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云编译我们的HAS OS 网上有很多大神都使用GitHub Action来编译OpenWrt 而且编译的效果也非常好 然后我就想可不可以用GitHub Action来编译我们的HAS OS 答案是可以的 于是我就做了一个项目叫HAS OS Actions 也是简单的用GitHub Action做了一个基本的HAS OS编译 然后我们看一下简介 我编译里边只是简单的增加了一些基本的命令 还有更改时区为加巴区 其他的并没有做更改 因为我的能力比较有限 所以其他的还是没有更改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看看我这个Workfloor 大家可以把我的Workfloor拿走 然后呢自己去进行一些修改 这个Workfloor里边呢大概有些思路都可以看明白 我写的也是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Action首页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固件的下载地址在这个位置 我们点一下下载地址之后呢 我们看这个位置呢有一个AutoBuild AutoBuild呢我们再点进去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往下拉 我们看到有四个下载地址 第一个文件的OVA 那么就是我们的虚拟机的镜像 虚拟机的虚拟磁盘 然后第二个呢树莓派2 第三个是树莓派3和树莓派4 我这个Action是是做了四个镜像 给四个设备做了编译 其他的设备呢我并没有添加进来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自己克隆一下我的项目 把相应的你喜欢的你需要的硬件添加进去 所有的代码呢都是通过官方的原码 官方的原代码编译出来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绝不会有什么后门或者安全隐患 然后这个Action呢 每天会自动编译出来固件 同步官方的稳定版本的代码 然后编译出新的固件 如果大家发现这个Action里边会出现错误 没关系你过两天再来看 因为这个项目是每天编译的 他有时候会编译出错 比如说超时啊或者遇见一些其他的问题 所以没关系 如果你看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是一个红叉子报错的状态 那么你过两天再来下载 就能下到最新的修改了时区的HASOS 大家注意啊 如果你要是从这里下载了HASOS 你再从官方更新的话 更新HASOS系统版本 你的时区就会被改为UTC时区 并不是加巴时区 然后我添加的那些命令呢 也就没有了 好 那本期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